借機幫我們的國軍跟美方澄清一下 很多人講說 美國賣給台灣的東西都又貴又爛 破銅爛鐵 中間有沒有很多人汙錢 國民黨最愛這樣解 今天我們專家來破解一下 好的 我們之前美國國防部 中國台灣跟蒙古辦公室 除了胡振東 他常常也跟大家講很多 軍事上面的知識 他最近跟大家詳細的解說 整個軍購的流程 首先第一個 為什麼台灣常常拿到的報價都比較貴 簡單來說 我幫他做總結三點 第一點是 美國因為考量到中華民國台灣的國情 所以他們不希望賣給我們的軍務 我們有追加預算的情形 他會先抓一個叫初估的價格 而這個初估價格會非常寬裕的抓 講白了啦 比方說今天這一艘直升機 可能本來只要三千萬 可是我們擔心它可能會有浮動的成本 那就抓一抓可能變四千萬 他就會報這個四千萬給台灣 不要讓台灣追加預算 但我們實際上買不會是最高的 那再來 目的是為了不用追加對不對 好 實際解問的問題就是 那我們買的金額是怎樣 美方賣給台灣的軍售流程都是這樣 估給台灣一個價格之後 中華民國的立法院通過之後 他們才去算實際精確的價格 而99%美國賣給台灣的軍售 最後都是比實際的價格來的低 就是有折扣的意思 有折扣 那唯一一個我還要講 有特例啦 一次 近年來唯一只有一次 賣給我們的軍售後來 不僅本來預算不夠還要追加 就是有關於熱山雷達 熱山雷達戰 雷達戰在興建的時候 因為後來遇到了颱風 把整個路都催垮了 很多人也被困在山上 所以後來我們的廠商 直接租俄國的直升機 把人員租了 載下來 所以多了成本這才追加 其他都沒有追加 對 那個是天災 對 天災是沒辦法 所以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 美國賣給台灣的軍售 絕對不可能有貪污 因為他是整個監察 可是售後一條龍 什麼叫監察 所有的賬是美國政府來主導 所以基本上政府對政府 不會有人上下其手 那售後一條龍呢 就賣給我們的所有的專案項目 都是包裹式的 包含作戰人員 後勤人員訓練 戰力的培養 後續零件的維修 所以基本上 胡振東這樣跟大家講清楚 大家就知道 不要再被那些謠言給抹黑 給誤導了 那最後一個我要分享的是 我們知道全世界現在零組件 生產都塞車 可是最近波音 開始做3D列印 3D列印到多扯 阿帕基的零件 這也可以 也直接用3D列印 而且這3D列印到 本來一年的時間 縮短 可以縮短到半天 可是也真的可以用 可以用 世界3D列印 3D列印這麼強 你覺得只有阿帕基零件嗎 不是它感覺 要作戰的耶 金屬列印 不是紙 我知道 金屬列印 其實 對 然後我補充 你說不知道可不可以對不對 對啊 阿帕基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分享另一個例子 他們現在最大可以做到什麼 做最大的3D列印機 可以做M1坦克的車身 連車身都可以3D列印出來 而且可以用 那豈不是余將軍的夢寐以求的東西嗎 對對對 所以一年的零件的時間 本來要做現在剩半天 那這可以有效的讓整個 對 民主朋友們 那個軍員可以比較快一點 最後一個 美國的機器狗 這還要講一下 現在中國製的機器狗 因為現在搶便宜的 中國有賣機器狗 淘寶上面一台機器狗 8萬塊台幣就有了 美國現在把這個機器狗買來 淘寶買來之後 上面直接加裝武器 然後直接在實戰測試 可以用嗎 還在測試中 但應該看起來是可以啦 反正我們就等著看 還是給大家分享一下 日本大晶級最新潛艦雷晶號下水 2025年要服役 日本的潛艦到底有 多厲害 對 有多厲害 因為那個日本前海軍將領 不是說台灣自治的那個 略優於日本潛艦 本來可以啦 後來因為怕有賣國賊 所以我們變得次一級 但是也差不多 我稍微講一下 日本它的潛艦的發展 以現在來講 主力戰艦有三種 清朝級 昌隆級跟大晶級 簡單如果以時序來講 觀眾朋友有個概念 清朝級的大概是2000年以前 當時所設計跟下水的 昌隆級大概是2000多年左右的 那現在最新的是大晶級 大晶級現在最新的潛艦 雷晶號在這兩天下水 雷晶號是大晶級的第四艘潛艦 好 首先我先講 剛剛我講這三個級別 日本的潛艦都是柴油 可是從昌隆到大晶之後 你可以講叫裁電 所以有些觀眾朋友 或者是一般的民眾在那邊講說 台灣為什麼不能做核動力的潛艦 沒有啦 核動力潛艦 沒幾個國家啦 連日本的智慧隊用的也是裁電系統的 那這一次呢 雷晶號下水 其實有幾個關鍵的指標 第一個 它的那個箭尾 箭尾的那個尾舵 是X型設計 跟我們一樣 有沒有很熟悉 然後國民黨就說 你看王立宇謝蜜 謝你的頭啦 日本也對外講他們是 對 這個就不是 這可以公開好嗎 好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嘛 我們現在潛艦國造的 我們的潛艦 跟日本的新的潛艦 為什麼都是用X型的尾舵 X型尾舵有一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它會讓潛艦變得相對穩定 而且它在急速要上浮或下沉的時候 可以增加它的角度 所以簡單來講 X型的設計可以增加戰鬥能力 你要突然往上走 往下走 速度會變快 而且相對的穩定 那2025年服役 我特別要提這一段是因為 我們現在為什麼台灣的潛艦國造 這麼重要 如果你從北到南 日本最新的潛艦 大晶級的雷晶號 第四艘下水之後 它總計的潛艦在日本會有22艘 好多喔 台灣現在4艘 所以我們立委選舉決定是1艘還是8艘 1還是8就差在這 南韓20艘 越南都有6艘 印尼也有4艘 所以第一島鏈很清楚 所以我們至少要8 8艘是基本的 所以分享日本的狀況 也證實了台灣不要變成是 整個第一島鏈 大家民族潛艦網的破口 第二個 這也要佩服日本人 我們大家小時候都看鋼彈 看卡通 就日本人對於電磁炮 一直都有一個很深的 憧憬跟向往 就是可以設電磁波 設電磁炮 可是這個不是日本專利 美國人其實也設計過 美國人其實有嘗試設計過 可是幾年前美國宣布 不做了 暫停其實就是失敗了 為什麼 因為美國在開發電磁炮的時候 發現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用電太多了 所以你想像一個狀況 今天有一艘戰艦 然後上面有電力系統 然後你在戰艦上面 直接裝個電磁炮 一次就耗掉了整台戰艦 非常多的電力 那怎麼辦 所以第一個耗電多 第二個射程不夠長 第三個就是容易壞 所以這三個因素底下 美國就說不開發了 可是日本因為面對中國的威脅 中國跟俄國他們大力的在開發什麼 超音速飛彈 那現有的防空系統的 燃獄的一個功效不夠好 所以後來發現 電磁炮 日本現在開發出來了 成功進行試射了 有個獨特的效果 攔截超音速飛彈的效果 非常好 所以他們不但研發出來 而且還可以 把你的超音速攔掉 其實超音速飛彈 包含洲際飛彈 日本人這麼強 沒有我還是要講 就是因為他們 我們一直在講 日本人對於那個電磁炮 跟人型的載體有嚮往 可能是受鋼彈影響 對真的這是開玩笑講 可是確實也是他們有一種 很堅持 可是這個堅持 也確實有成效 結論 為什麼要用電磁炮攔截 很難被偵測 也很難被反攔截 所以基本上 日本現在花這麼多的預算 要去開發電磁炮 也是因為要防止 中國的超音速飛彈 中國的桌機飛彈 就是中國 這個導彈鬼 一天到晚 又對日本 又對台灣 就是說他們 真的是處在一個很 很莫名其妙 擴張主義非常盛的 這樣子的一個思維裡面 所以搞得大家都很忙很累好嗎 搞得大家都很忙很累好嗎